高雄市推出脱单月老主题公车 带您一起畅游高雄 高雄市发展爱情产业 是最近拼经济的主轴之一 为了让民众体验公车不只是公车 市府特别堆出100路脱单月老主题公车 在10月30日前搭上主题公车 就可以索取万兴公提供月老加持过的限量起伏红线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有300年历史的万兴公 来参加这个爱情公车浪漫相遇 这个万兴两个字我们就知道 家和万事兴嘛万兴 那要万兴之前就要有家和 要有家和就要先有家 要有家之前先要有爱情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这个交通局呢 做了这个爱情公车浪漫相遇呢 非常有意义 我向上看说脱单公车啦 我向上说脱单公车是什么 就是要生生生堆了对不对 就如果坐到这家脱单公车 年轻的跟祖父都要设置 我向上有人给你动一下你就要注意了 就是说机会来啊对不对 我如果要坐我怎么注意呢 但是我没有公事 岳副市长你不能害我 我们这间公三百万年了 尤其是我们来民一阵 月老 元老 元老新军啦 交通局也推出了系列活动 只要情侣 亲子 好友 一同搭乘高雄市公车 比安心上船转动高雄青春梦粉丝团 就有机会可以抽奖 获得丰富的奖品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